我在这里等东爸 然后看到一个警察 他就抓了一个人 只要他在 他闪着灯在你的车后面 你又必须得找个地方 稍微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就相当于就被罚款了 因为现在是放学时间 你不能超过25买 超过25卖的话就属于超速 然后遇到这种stop 你就必须得停下来 如果不停的话 很多这些牌子 有些人开快就漏掉了 没有停 没有停那警察也会抓 我现在在我们小区门口 等蹲爸去接蹲蹲 然后接上蹲蹲 我们开着车 就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嗨 已经接上蹲蹲了 看我全副武装 出发吧 看到没有 这家常旺烧辣 KT的一家店 广式烧辣 味道很不错 这一家的烧辣店 我超级推荐 他家的叉烧特别好吃 插烧饭 而且很便宜 不过应该是现在又涨价了 一直在涨价 通货膨胀 没办法 不准老板 不涨价就得亏钱 KT这边也很多中餐 你看这一家 严寂烧辣 这条路一直开就到加州了 我们从加州来德州 从奥斯顶来休斯顿 都是走的这条路 看我们到了 这里是房车营地 然后我们住这个小木屋 哇这里还可以烧烤 哎不错可以烧烤 看这里全是房车 然后这几个是小木屋 如果没有房车就可以住小木屋 看那房车全是老头老太太 这就是美国老人的生活 因为地产税太贵了 然后把房子卖了 买个房车 住在房车营地 附近有一家沃尔玛 离得很近 买菜什么的很方便 来看一下房间里面 还不错呦 这是一张大床 还有电视空调风扇 然后这里还有个小冰箱 还有微波炉 没有地方做饭 就只有烧烤架 这里有餐具 面包机 有一张大床 还有一张上下铺 可以睡四个人 在干啥呢 接手吃饭 这里是洗澡间 就跟一个小宾馆一样 它有毛巾 沐浴露 还有晾衣绳呢 这是我们丰盛的晚餐 这是烧鸭 然后这个是叉烧饭 以前刚来的时候才9块钱 现在变成11块钱了 通货膨胀 天天涨 烧鸭现在是25 25还是27美元 然后叉烧饭10块钱一份 然后这一共是60美元不到 50多美元 看我发现小木屋的亮点了 你看它的空调还是格力的了 哇塞 董姐姐厉害了 我们接下来要在小木屋度过两天的时光 然后明天是这座城市的建设200周年 然后有活动 明天带大家一起去参加活动去 这座城市的建设200周年